嗯,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 哇,你看 它是有那种大颗粒大颗粒的感觉 绝对不是普通的炸体 KFC又出新品啦 每次KFC出新品的时候,我都很兴奋 因为KFC它每一次出新品 也不是KFC出新品的时候,我特别兴奋啦 只要是那种快餐店出新品的时候,我都蛮开心的 因为又有新的东西可以去尝试了啦 而且偶尔他们还会出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就觉得很有开箱的价值 试吃给你们看,那个感觉是怎样 如果你们还在考虑,诶,我不懂要不要去买 可能你看了我的影片,你就可以决定你要不要去买了啦 不过我是觉得,不管什么东西啦 尝试都是没有话,不管好吃不好吃 我觉得尝试是没有错的啦 所以今天我要试吃的东西 我也不懂那间KFC会不会有卖啦 所以等下我是刚好要去买一些东西 然后我就顺便经过那边 我就直接在那边买啦 如果没有的话,我再想办法看 叫外卖还是怎样 OK,所以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出发过去买啦 Let's go OK,其实现在我已经是在Fairdime Hall这边啦 原本我是打算买了菜啊,买了东西 过后直接去买KFC的 结果你看 大包小包 我觉得我还是放上车了 过后才去KFC买比较好 OK,现在我已经放好东西了 现在我倒回来买我的KFC 买了过后,我就回去开箱给你们看啦 Family Mark的饭团 我蛮喜欢吃他家的饭团的 所以他刚才有交代我买一粒回去啦 所以我就买给他吃啦 OK,又来到我们熟悉的KFC了 啪啪啪啪啪 因为其实他很靠近我的家 所以我的时常来这间买咯 不要买了 啊,我要的就是这个 AYAM PEDAS NYONYA TRY IT TODAY 应该是他们的新品啦 不过我看好像他之前有出货了啦 不过不用紧,我们再来试试看啦 OK,所以现在我已经打包好了 我今天有打包那个新醋的鸡肉 还有黑芝麻坡 黑芝麻坡 所以我试试给你们看啦 因为我没有吃过那个 Black Sashimi坡 之前有吃过Durian坡啊 Banana坡啊 还没有吃过这个Black Sashimi坡嘛 所以我就试试给你们看啦 OK,所以现在我已经回到家啦 今天我买的这套套 就是有两块炸鸡跟一个饭 还有一个salad 还有一杯水 水跟salad我就没有拿进来啦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Black Sashimi坡 哦,有这样子那种好像露出来的画面啦 现在里面是黑色嘛 黑黑色这样子咯 所以等一下我们试试看看啦 所以今天我们试试的就是这个KFC的 不懂是新品没有吼 这个我是没有吃过啦 不过可能它是之前有出过的 我们没有试试过啦 不过现在我们就是来试试看看啦 哇 你 Powers People 就是黑芝麻球 之前我们吃过Durian atau Banana All over 现在我们吃的这个是Briggs нашimi ball 它外皮其实是一样的 有点麻糬。 好吃 你应该要舀整颗,相信糖会不会不移ifen出来 我们试试看会不会有爆浆的感觉 OK!所以现在我直接吃整粒的这个 刚才那粒是我老婆有吃掉一半了 所以没有那种爆浆的感觉 我现在吃这个整粒的看有没有爆浆的感觉 真的有耶 我整个咬下去的时候 它整个喷去 喷去我的喉咙 哇可以耶 很好吃一下耶其实 老婆你还要吃吗 不要给它吃太多 我来吃 哇好吃 真的就没有这样爆浆的感觉 不懂为什么哈 现在我们来试看它的这个油饭 它的油饭是这样子的 然后有点像 有点像鸡饭这样子的油饭咯 我们来试试看 好吃是不是 还有那种鸡油的香味 然后它的饭是散散的 因为你这样子看起来 它饭好像绵绵一团一团这样 可是实际上还是散散的 它不会好像绵绵这样子 诶有惊讶到我耶 蛮好吃一下 而且饭本身里面是有味道了的 有点咸味咸味这样 它咸味是很淡的啦 下面一味 下面一味就是今天的重点 今天的重点就是这个 我们来试试看 看起来是有点微辣微辣的感觉 OK你们看它的皮上面是红彤彤的 而且你们看好像很多香料的感觉 OK我们来试试看 我这样闻是很香啦 OK我们来试试看 哇这个鸡腿是不是有点小啊 我们来试试看 哇我觉得这个口感很特别 这个口感 我觉得这个味道很特别了 它酸酸辣辣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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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 就很开胃 然后再加上它的皮 有点不太一样 它有点脆脆的感觉 它的外皮 肯定跟普通的炸鸡是不一样的 它有一点 这种大颗粒大颗粒 脆脆的感觉 有点像那种麦的感觉 然后肉的口感呢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家里的烤箱的问题 因为我每次买回来我都有进烤箱烤过嘛 然后我这几次吃到的那个肉的口感 都会比较干一点 比较干比较柴一点 就没有酱酥细的感觉 哇这炸鸡是好吃的 我完全我完全recommend你们去吃 其实它这种口味 就是有酸辣酸辣这种口味 其实之前我也是有开箱过别间 别间快餐的 然后可是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 哇你看 它是有那种大颗粒大颗粒的感觉 绝对不是普通的炸鸡 OK我们来试试它的皮 太好吃了 它的辣又不会很辣 它酸又刚刚好 让你很开胃很开胃那种感觉 而且有带一点甜味甜味的感觉 所以 这味道真的很特别 可是刚才我发现一件事情 刚才我把这个肉上来吃 我发现它的肉里面是没有味道的 它肉没有味道 白白的 所以它主要的味道在它的皮 不过它鸡尾肉的肉质就很珠细一下 你看还有油汁汁 真的好吃真的真的好吃 其实比较可惜的是它的肉是没有味道的 它所有味道都来自于它的皮 哇我真的发现到这个鸡尾肉 真的比较珠细 你们看 该那只炸鸡的太柴了 OK所以整体总结下来 我觉得今天开箱的这两样都是蛮好吃的 有惊讶到好吃 它里面有爆浆的感觉 觉得蛮不错的 可能是因为它外皮是有点像摩托鸡 然后里面是黑脂嘛 有点像我们的糖原 所以吃起来那个味道是很mash 你知道吗 它的口感是因为它外皮是炸的 所以酥酥脆脆酱就绝对的好吃 OK 然后下面一个就是 那个我就觉得 它口味很像以前我吃过的另外一个快餐的 可是它的比较好吃 因为我觉得它的辣是真的有辣到 它的酸味是有点开胃的 它的酸味那边还带一点甜味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开胃很好吃 所以我觉得比之前我吃过的那个快餐好吃多 OK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我真的非常推荐你们去买这两样产品 来试试看啦 因为我真的觉得它不只是可以尝试看看 而且真的很好吃 OK所以如果你们想要跟我一样体验到这个 好不好吃的话 你们也可以过去KFC买一下这个新产品啦 谁的脚 他还会自己睡起来 来,谁的脚 替爸爸 好啦,三个半夜还不睡觉 哈哈哈 OK,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喜欢的话 你们现在赶快去买来试试看啦 OK,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记得分享,订阅,以及点赞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你们就不会出过任何一支影片哦 See you in the next 开箱影片 Bye Bye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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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